我昨天看到这一款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 三个星期买不到的赶快 像我刚才讲的 上个星期有个黑色被顾客放飞机的 三个人在抢一件半裙 看谁 真的是看谁的手脚比较快 所以从今天来说 半裙这样子的半裙是非常流行 所以说我们这几期都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款式 我身上的黑色 然后另外一个色就是Chucol Green 扩式HSC80 价钱只是69 面料一样是弹性非常大 它是属于一个很Soft很柔的那个Quarton面料 凉凉冷冷的Quarton面料 整件裙头是Rubber Elastic的 前后都是有Rubber Elastic 有口袋 左右两侧口袋是放生的 它的口袋是有那个深度在那边 就是应该是给我来 我释放电话给你们看 电话释放放电话的话 它会不会跑一点点出来 放钱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你平常去打包吃东西 放钱的话肯定没有问题 放电话的话就要注意一下 上衣看一下颜色 等一下子啊 上衣的颜色一共有 我给你看先啊 五个色啊 上衣五个色啊 半裙的话只有两个色 就是灰和黑 我现在这一件争执上衣的颜色 就有五个色 OK 深色有黑色 The core is blue 粉色 卡其 还有我身上的Lime yellow OK 一样是搭得到这一个 这一个半裙的 半裙有口袋 左右两侧口袋是放生的 它前面这边啊 左边是这样子有一个slip这样子的款式 它这边是这样子有一个压线 这样子下来斜的压线 然后前面这样子slip 一样它的长度不会太短 就算它有开插 可是不会走光之类 因为毕竟它的半裙 这个的半裙的长度 是属于一个midiline的长度 下白是属于一个小A的那个裁剪 OK 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 它前面啊 为什么我们说这件半裙 它可以啊 SML都穿得到是吗 应该是 啊 SML的顾客都穿得到 可是穿在我身上不会松 是因为它整件裙头是rubber elastic 然后它有这一个拉伸的这个带 所以如果你穿了松 你把它拉紧一点就好了 属于一个中腰 standard waistline 如果想要把它穿高一点 你就把它移上一点点吧 OK 我觉得它这个长度 这个腰围的 这个那个这样子放回 这样子中高腰就OK了 有口袋 非常显瘦的版型就对了 如果你在看这个直播的话 尽量直播下单哈 你要确保哪个大 因为很多人inbox下单哈 你要确定哪个大的话 直播下单哈 回来直播间这一边下单啊 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脑 两个色都是属于显瘦的颜色 喜欢这个款 两个是带走不会错 来我就画灰色给你们看 灰色呢 这一次我就配回一件灰色的上映给你们看啊 白裙子啊 这里是穿得到的哈 OK 是穿得到的 面料方面呢 稍微有一点的厚度 毕竟它是属于下半身 可是它厚的来 上身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啊 面料是很舒服很柔 然后是属于非常大坦 有点的可能面料 拉的话可以去到蛮大 一样它给那些能接受贴身的 整体来说 感觉尺寸的话 能接受贴身 裙头多一个 裙头和臀部多一个2cm都可以 那么呢 这个没有拉伸它其实是蛮小的哈 OK 所以说拉了之后呢 就算是说我平时就穿ML 也不会觉得Alien这不舒服 是不会啊 OK是不会 大坦列啊 非常舒服的coton面料 我们上个星期的完全是没有了 所以说你们如果这一期找着这样子的半裙 这个是属于下来比较包腿 因为我刚才介绍了一个是属于一个散裙的裁剪 这个呢 搅配起来还是属于下来比较包腿的款式 这个款式找到包腿的不要错过 因为今年春夏非常流行 就是这样子的半裙哈 呃 是到160穿起来呃 大概一个八九分的一个长度了 这个所以说两个色啊 不难选行 我们之前的很多顾客啊也是黑灰 都直接两个色带走 因为这样子的上班来穿 穿非常舒服也非常浓郁的搭 尤其是那些说 因为我就不想穿户酒 我上来比较偏向穿裙子的 这些是必须带走的 这些是必须带走的 这一件半裙的裙是 HSC80价钱 是69 一样是69 ok 两个色都是显瘦的颜色 你看我这个脚步龟 深灰再搭回一个浅灰这样子的感觉 穿起来整体显瘦得来 它又很特出很高级的感觉 同色系配搭可以像主播这样子 一套带走 一样的颜色就是一身一泉 它下来就属于一个小小的 它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 它面料弹性是非常大 然后这个面料是很松很柔 然后一样是有那个垂直感的面料 就对了 很舒服 整件裙头是Rubble elastic 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 ok 只要显色的配搭 你灰色一样是可以搭黑色 还是像我这样子 ok 浅的搭回一件浅灰的上衣都搭得到 还是你要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 你可以搭回粉色啊 比较高级感的配搭 就是chaco gray配搭粉色都是搭得到 所以像我们之前讲的 今年很流行这样子的半裙 overall整体穿起来 它就是很smart casual那种感觉就对了 你上班穿穿得到 然后你休闲 你配搭回布鞋就好了 对 配休闲的话你们就搭布鞋吧 很凉闯就对了 这个面料加上是裙子嘛 它非常通风这样真的 凉凉冷冷冷的面料 来休闲可以直接这样子 配布鞋 然后这样子出街跟朋友去灌街 这样子穿得很舒服了 配搭布鞋就好了 转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怎么搭可以搭这件上衣 还是搭回我们刚才那个 比较cap slip的上衣 都搭得到两个色灰盒 属于一个深的chuckle grey 还有就是这个黑色 喜欢的话两个色带走都不会错 因为毕竟这样子的款式啊 它也不会过时 加上它任何时期 那个时候穿都穿的都配搭 都可以配上用场袖 就对了OK 我再下一步啊 告个鞋给你们看 然后重点的是黑色 chewin 你的深 grey color 有的 所以这一期啊 谁要找半裙这样子的款式啊 除了刚才那个比较former 然后比较属于比较散裙的 这一期就只有这个款了OK 它前面是微微这样子有款式的 不用怕会走关之类的 它开叉是这样子一个slip 这样子的款式 就是在左边OK 整体穿起来长度还是有在那边很 属于一个很大气的长度就对了OK 我身上的是chaco grey 然后另外一个是黑色 free size 下单打刻和你腰的颜色就好了 助理你又是穿着童马啊 就是下单打刻和颜色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Emily的CTX就是三粉色 所以说硬帮下单啊 请回来这里下单 对了OK不要embox下单 请回来直播这里留言 我们会先保